放到这四个里面就可以了 但是请特别注意 因为I它是一个变数 你不能直接说直接把I放到这里面 因为如果你直接放 它这个I就是一个文字 它就不会是一个变数 可能 不过我发现这个地方同时最不容易理解 反正你现在放这个它就是在里面的字串的一个字就对了 它就不是一个变数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变数 不能够walk的话 它的概念其实跟那个 Excel的公式一样 你要用串接的 把它怎么样 串在中间 那要怎么串 因为它目前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字串 那首先你需要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再用那个and的符号做串接 然后把I放进来 所以我做这个 各位看 基本上一 找到这个我要把它变I 选取它 二的话呢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那双引号两个就是把它切成两个 两个分开来的字串 然后再and两个 两个 连接符号 再把I移到 这移到中间 再放一个I 这个写法跟那个在Excel里面的公式蛮像的 不过呢 VBA不太一样 你的前后一定要空白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4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切开来 然后 连接符号 把I放在中间 就ok了 不过我通常讲完之后 大部分同学还是 一头雾水 为什么 ok 不过我觉得啦 你暂时先 不用一直专入手机 我教各位一个 如果你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你应该先背口诀算了 因为这都固定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改 你干脆就是 把这个 选起来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and前后空白 这样就可以了 我看你们先把口诀先背起来 然后之后慢慢的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比较知道为什么 因为之后蛮多地方其实都会这样做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 也就是把这个变数放在 这个字串的中间 它才会work ok 然后 and前后 加空白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 如果你暂时还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体会 为什么 要在字串当中 这样切割的话 你先把口诀先背起来 因为我发现 以前我讲很多次 最好同学还是 不能理解 然后 后来发现 过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 都没有在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 慢慢就知道了 多做 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 10做之后 久了你就知道为什么 但是有时候 跟你讲再多 找不到你做了解 原来这么一回事 OK 所以 也许 你们先把那个 口诀先背起来算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OK了 OK之后的话 run一下 看会不会OK 所以 104 104 4到103 然后执行它 看一下 Ctrl向下 OK 103 全部都改了 有没有 然后呢 后面其实你还可以再多增加一个 刚刚我们有个清除 如果你要写清除 其实 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公式 复制贴上 那我的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 把sub后面这个 改成清除两个字 那清除的话差别在哪 其实 就是把等号里面放什么 放没有东西 所以把 等号后面怎么样 就是 这些公式 你把它清除掉 但请特别注意 不是就比如这样 如果你要把里面清除的话 记得给 空字串 就是什么 两个 双名号 这个就是 丢没有东西 没有字串 其实就是清除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清除执行它一下 有没有就清掉 执行 清除 那这个地方自己写的 所以最后这两个 也可以在旁边 变出两个按钮 所以我刚刚 有再把这个复制过来 名称叫VBA 那把刚刚的这个按右键 重新指定一下 这个叫做 门号公式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 刚刚那个两个按钮就不要删掉了 我直接拿来改算 直接就把它改 改的方法就是 直接按右键 重新指定聚集 重新把名称复制起来 贴上去 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现在有run OK了 清楚 这样也OK了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其实理论上会跟刚刚 录制聚集 蛮像的 但是问题是 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是自己写的 完完全全可以量身定做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地方 最容易出错就在这里 那至于如果 你实在写 有问题的话 云端上也有 所以刚刚 我还特别把它用颜色标注起来 所以你实在 不OK 没关系你把 对的贴到 你错的下方 两边比对 你就知道为什么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 也一样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几页 第十四页 所以刚刚那个 如果你实在是一下子 有些地方漏掉了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 十四页 那我有把 加上 佛回圈的 也贴在上方 其实主要是 佛I 等于4到103 那记得啦 养成好习惯一定要缩牌 缩牌是按TAP键 OK 当然你程式不缩牌 它一样会跑 可是 其实 整个结构看起来就是不舒服 OK 来试一下